这里不仅有烟影婆娑 这里还有星辰大海 想要把快递送上天 这里就是你的地精之路 这里就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火箭测试厂房 想知道火箭测试厂房内部长什么样子吗 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是这样我想跟您了解一下 我们这么大的厂房 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现在咱们面临厂房 主要是以火箭卸车和水平测试为主 像我们火箭进来以后 先集装箱跟水平车对接 对接完以后 火箭从推出来以后 推到水平车上 用吊车把火箭吊起来 吊起来以后 火箭平移过去到那个啥 放在支架车上 火箭支架车上以后 根据不同的型号推到测试间 刚主会有看到我们地上这边有四条平行的线 那这四条线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四条线主要是作为我们特装车驾驶员和指挥的一个辅助线 如果说你跟这个线到不起的话 就说跟我们这个平板车是订不上的 那我们火箭在这个车间卸车之后 下一步我们要去到哪个地方呢 像下一步的话 我带你过去吧 现在 好 我们那个火箭从那边转转间推过来 推到这个测试厅 我们这个测试厅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做各个测试 我们火箭从那边推过来的话 是用我看这边有一个车是通过这个来推的 对 火箭推过来的话 咱们从那边卸完车以后 从那个吊车上把那个火箭放在咱们这个支架车上 支架车用咱们支架车再推过来 咱们这个支架车 这样 这样 咱们就说推的话就说 这样就是推过来 咱们这里有一个水动车车 像这个火箭的话 全都是用我们人工推的 就是说为了就是安全可靠这个方面 那我们下面就去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垂直总装厂房吧 咱们现在进入这个啥 就是说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下面这个轨道就是相当于是会跟水平测试的厂房是连通的 对 现在就说这个轨道是连通的 就是说这个火箭从测试厂房推过来以后 推到这个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由这个上面这个吊车大吊车把这个火箭吊起来 翻转成垂直状态 在移动到这个活动发生平台上面进行对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哪个火箭 长期系列火箭 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更近距离地接触一下这个火箭 可以 我带你们去看看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厂房的中间位置 这边主要完成了垂直总装测试功能一个 由我们这个大门打开 再垂直转移到发射宫外 发射